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资讯助手当中这个系统里边呢 另外一个知识点 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也比较简单 内容主要是讲我们在页面当中 大家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分页的这样一个插件 那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例子啊 通过我们对项目的这样一个分析呢 我们对整个系统呢 应该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里边呢用的一个blastrap 那blastrap里边我们看到哈 里边我们有一些内容呢 是做了一些分页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是做一个分页插件这样一个讲解 其实这个分页插件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个分页插件的名字呢 叫我这所描述的啊 Pagination的plug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哈 那么我们这个网页呢 是它的一个官网 这官网里边呢 罗列了里边所有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去下载它的原文件哈 这里边这个原文件呢 主要是它一些啊 内容的一些调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页当中呢 也做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描述 其实这个页面哈 总共来看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哈 就这么一点 OK 那我们这一讲呢 对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这个内容呢 虽然说是简单 但是这个内容 这个插件呢 的确是非常好用的 首先呢 我们看到它在内容当中呢 有说到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 Gcurry的这样一个插件哈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有用的这样一个啊 Bullstrap的这样一个分页 那么它所用到的这样一个类呢 就是这样一个类哈 那么它可以通过 .active或者.disable 来进行这样一个指定啊 它选中的这样一个 被激活的一个状态 和它已经不可用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active或者.disable啊 像这种内容呢 就属于我们这个 Bullstrap里边啊 就是以及既定的 这样一些class啊 这些定义 OK 所以呢 用这样一个插件呢 它是对啊 它是和那个Bullstrap呢 是一个无缝集成的 这样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个插件呢 我们都知道 一个插件的一个写法 它无非分啊 两种啊 那种呢 一个是对它的一些 定义啊 就是一些我们一些 基本参数的这样一个配置 然后呢 配置完了之后 有一些事件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官网里边呢 它自己的网站上面呢 也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这样呢 我对里边呢 那种进行了一个啊 罗列 这里边呢 大家会看到 我们这里边所定义的内容呢 就这些这些内容 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Total page啊 Start page啊 还有那个Visible pages啊 Initiate Start page click啊 这种大家一个个的看 Total page呢 那那就是总页数 那就是我们做一个分页的时候呢 那总共有多少页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设置为多少 这个内容呢 是必填项的 为什么要说是必填项 我想大家也非常明白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是必填的话 我如果点一个last 那最终它到达多少值呢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这个Total pages啊 Total pages 应该是Total pages啊 我看一下 注意一下 这是Total pages啊 我这个地方 少打了一个s 这个Total pages呢 就是总的页数 这是一个B填项 OK 那我们看第二个参数 那就是开始页 那么我们开始页呢 它的默认值是1 开始页是什么样的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这个 这一串啊 我们目前这个地方所表明的这样一个分页 那我们看一下 Total pages是多少 这个地方的Total pages呢 就是29 对不对 那它默认值是1 什么意思呢 默认值是1 那我们在下边去找一个 这种就是默认值为1 这就是默认值为1 那如果我把这个值呢 如果总共我页数为 比如说我的总页数是10个 那么我的Total page呢 我设定为7 那么OK 那么它这个地方呢 所呈现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第7页啊 可能应该是 我看一下啊 如果是第7页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再走两个 再走一个 再走一 12啊 就是这样子 啊 就是这样样子的 它就第7 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 开始是第7 那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 12345 那就是我 如果我这个 Start page呢 我可能是多少 那是1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 Visible pages 那就是我可可以看到的 有多少个页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配置10 12345 大家我走到这来看 OK 是不是1到10 就显示10个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是5个 对不对 那5个 这儿设置的呢 就是5个 那这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默认值呢 其实就是5个 就你不设置的话 它就是5个 那这个地方呢 初始化以后的一个 开始页的这样一个 点击事件 那它 如果你 它默认值是处 那就是说 我首次来了之后 我就会激发这样一个事件 那相当于我 相当于我 如果是每一个 这样一个 大家看到 这样一个按钮 每一个按钮 其实它是一个点击事件 对不对 那我每一个点击事件 那如果我 开始进来的时候 如果我设置为force的话 相当于我第一个 其实是不选中的 就没有被激活 所以呢 它默认激活的话 相当于我进来之后 相当于它的这样一个 哪一个指示是选中的呢 就是我们的start page start page 注意一下 它start page click 就这个指示 处于选中的状态 如果你这儿设置为force的话 那你这个start page 并没有处于激活 那么start page里面 所定义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后续要讲的一些链接呀 这些点击事件呢 都是没有被执行的 这个地方呢 这一个内容 这一块内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块内容非常重要 重要到什么去 比如我每一个链接 我每一个链接呢 就我每一个项 就是我这个每一个页 这里边每一个页 这个页里边呢 我都可以设置它的一个链接 就通过这个HREF来进行这样一个设置 大家要注意一下 当我如果是在每一个页里边 我设置的 比如说我们第一页的话 我希望它的那个参数的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 写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定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比如说我要定义一个 比如说ad 比如说假设问号啊 问号 比如说page 我比如说第一页的时候 我等于1 对不对 我第二页的时候呢 我就等于2 第三页的时候呢 我就等于3 那如果是像这种写法的话呢 就说我相当于 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htp 我什么什么点 php 然后问号 然后呢 我比如说有一个 嗯 我们刚才说到吧 page 然后呢 等于第一也是第一 第二也是二 然后这样写的话 那么我这个地方链接的话呢 我肯定就写的是这样一个值啊 那我希望的时候呢 我希望这个page呢 是根据我的一个选中的 这样我选中某一个点某一个项 然后它都设置为不同的值 那它就有另外一个写法啊 就叫 这种写法 也就是我们现在会说到这样一个变量的问题 那这个变量呢 它是当前我们所选中的这样一个页 它的默认值呢 就是用这个双括号 然后里面有一个number 那么默认值呢 就是它 那这个值呢 是等于当前的这样一个页号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后续的项目当中呢 也会用到它 到时候呢 如果大家这个地方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后续我给大家呢 再来说明一下这个地方 另外 后边的几个就非常简单了 那么就是第一 上一页 这第一页 和上一页 下一页和最后一页 那每一个页里边呢 它这个level设置什么样的值 这有一个循环 就是第一页完了之后 你一直往后边翻 翻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是到了最末一页的话 那是否又从第一页开始 那默认呢 它是不从最后一页开始 基本上呢 我们也不会很少用到它啊 大家都要知道 这有这个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样式的自定义 样式的自定义呢 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默认值呢 是叫这样一个 叫 pagination 这样一个值 那如果我要去设计 我们其他的值呢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你自己的这样一些样式 然后呢 重新来写它 就可以了 就只要设定这个class 就可以 这个class呢 指定为我们自己去设定的这样一个class的这样一个名字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自定义 好 大家看到呢 这个option呢 options啊 这里边的内容呢 是非常简单的 这里边所有的东西 后续在代码当中呢 我都会一一给大家进行一个呈现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做一个基本知识的这样一个了解 ok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呢 就是事件 这个事件呢 这个分析插件里边其实就只有一个事件 就当我们这个页进行点击的时候的一个事件 我们刚才看到啊 我们默认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hrf就是我这个默认的时候 这个页面的链接呢 其实是没有的 就是因为它的默认值为false 那么 相当于我如果点某一个页 我需要它执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或者是执行什么样的每一个请求 那么我除了通过这个hrf 然后呢 可以来进行设置以外 那么我们其实呢 也是可以 通过呢 我们这样一个点击的这样一个事件 相对于我点击每一个页的话 它都有一个页的这样一个执行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呢 就是一个on page click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event的 传一个object 指名当前事件的这样一个 发起的一个对象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page 是指我们当前是多少页 那这个地方具体怎么用呢 那我们 通过我们看一下这个实例 我们来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 我们在例子当中呢 其实用到的一个js 就会用到我们刚才 在页面当中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里边所用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置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给它看一下 我们总共多少页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进行设置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是从后台绑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我们待会做一个演示啊 然后当前访问 然后呢 first list 然后呢 这个hrf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啊 这个地方呢 我先 我先启动一个 啊 我们 在我们虚拟经理里边来做吧 ok 啊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不需要啊 我们来 就 因为它是个静态页面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在静态页面里边来做就行了 我们打开我们的webastone 打开我们的webastone 我们直接来建一个页面就行了 建一个页面呢 这个页面的话 大家 可以 以任何形式来进行呈现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随便去建一个 建一个页吧 我们create new object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 啊 我们这个地方叫 啊 这个地方咱们就 创建一个空的这样一个项目啊 这个里边呢 我们这里边新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们叫 啊 index吧 啊 ok 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在里边再有一个gs 啊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 gs 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我们要使用的这样一个 内容 注意一下啊 我们 因为我们的项目当中呢 会用到两个 重要的 gs 我们这个gs的话呢 在这里边 大家 来 找一找 这里边呢 一个是我们的分页的一个插件 一个呢 我们是要用的 javascript ok 第一个呢 我们用的这一个 ok 然后我们放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要用到的 就是一个 javascript 应该是gcure 说错了 gcure ok 那我们在gcure里边呢 我们 其实在之前的这样一个 我们 我们就 我们直接来找 找一找吧 因为我们用的是list list list对吧 ok 咱们来 看一下 index 这个地方呢 要用到 这三个 因为我们是用的blastrap 对不对 ok 我们先把这三个呢 靠一下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页面里边呢 来加一下 ok 这三个进来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要用到我们的scriptsrc 然后呢 等于我们的js 下边的gcure的这样一个 ok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 我们这里边所呈现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ul ok 我们在body里边呢 下这样一行 ok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要写另外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 这个里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所要呈现的这一块内容 这一块内容 大家看一下 ok 这块内容的话呢 首先这个地方呢 总共有多少页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 设置为 比如说是50页吧 ok 然后呢 呃 我们看 我们对照着 然后我们这里边来进行一个设定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start page 当然默认值为1 对不对 OK 那我们先来写一下 start page1 对吧 还有什么参数呢 with visible pages ok 我们7页 然后呢 first last 这些都有 href也有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这样一个值 就是这样一个值 我们用的 href valiable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number 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样 以这样一种写法来进行写number 然后click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次在click的时候 然后就让它输出这样一个内容的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呢 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写一个DIV吧 然后DIV呢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ID 这个ID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样一个ID OK 这样的话呢 这个页面呢 就可以呈现出来了 呈现出来了 咱们呢 去看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就看到这样一个内容了 有几个内容呢 我们来 再来一一的尝试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下一页 二页 三页 四页 五页 六页 总共有多少页呢 总共有50页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 如果 我刚才说 说到有一个内容呢 就是说我这个 这样一个值 它默认是处 对不对 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设置为 大家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设置为什么呢 false 大家都知道它 默认值它是处 对不对 相当于我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 去激发 我的第一个这样一个时间 如果我这为false的话 大家再来看 我们运行的这样一个情况 OK 再来刷新一下 嗯 这个地方呢 我还是到这个页面里边来 OK 第一页 注意看一下 我第一页的时候呢 相当于我第一页进来之后 但是和我们刚才那个地方 我们对比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是刚才 我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弄一下 注意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页面 这一个页面呢 看一下 我放到我左侧这个页面的话 是没有 就是我现在把它设置为false的 对不对 设置为false的 那我这一个页面的话呢 我把它先改为处 注意一下 左边是false 右边呢 我先把它去掉 大家可以很想对比一下 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 改成它的默认值处 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个右边这个页面 在进行刷新的时候 右边页面在刷新 大家来对比的看一下啊 我这个页面呢 再刷新一下 看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多了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请问一下大家 这个内容是来源哪 这个内容来源于 on page click 对不对 就是说我如果设置为处的时候呢 它进来了之后呢 它就会调用我这样一个 设定这样一个方法 如果呢 我没有设置的话呢 就是我设为false的话呢 它默认进来的话呢 它是不调用的 但是我如果再向下这样的话呢 它是会有效果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效果 因为我每次点击 都会执行这样一个事件 OK 所以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也不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默认值 但是如果你 大家有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我首页进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做什么样的操作呢 我这个地方就设置为 false OK 那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每次放上去的时候 有什么 大家放上去 我们在第一页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最下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在这里边 可能看得更清晰一点 是一样的 下边来看 index type 1 2 3 4 5 6 7 8 7 8 7 然后呢 我往默认走 5 10 4 9 4 8 4 7 4 6 大家看一下右下 左翘角的这样一个状态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 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你每一次在进行变化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把我现在这个值呢 给传进来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里边 所表现出来的哈 就是这个地方呢 它每次就在进行不断的 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呢 它的一个值的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呢 整个使用过程 使用起来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哈 就是我们上一页 下一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大家要注意另外一点 我们经常看到 我们有一些网页当中 我上边也有一个 下边也有一个 当我点击某一个的时候呢 它上边也在变 下边也在变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怎么来实现的呢 我现在给大家 稍作修改 大家就可以看到 要修改有多么的简单呢 我告诉大家有多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上边 有一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 分页 这样一个条 中间呢 有这样一个内容区域 下边呢 有一个分页条 然后我每次在变化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通过这样一个 class建一个类来进行改变的 大家看到这儿啊 class建一个类 来进行改变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刷新 大家看一下啊 点 看到没有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啊 OK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插件的话呢 那我们在后续的 我们后续内容的学习过程当中呢 就会用到它 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内容呢 也可以同步移植到 其他的这样一些项目当中 来做一些使用 OK 那我们这一讲呢 内容呢 其实比较少 也比较单一 但是呢 的确是非常有用的啊 内容不复杂 那么希望大家下来呢 也自己去 再去示范一下啊 自己去调一调 这里边相关的一些内容 OK 那咱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会